我是在2001年就在我17岁的时候 我发现到我自己患上红板型狼疮 那时候因为考完SPM过后 我和我家人就去一个地方去旅游 在旅游期间的时候 我发现到我自己的双脚就是水肿 然后我还不以为意 但是过后就是水肿就越来越严重 到我回来马来西亚过后 我就立刻被送进医院了 才发现原来真的是患上了SRI的这个疾病 我的父母的退休金 我跟我弟弟的一个教育金 都被必要用来医我这个疾病 身为家里的其中一员 就是我竟然把我家里的 很重要的一些资金 全部都用在我自己身上 所以那时候我会有种愧疚感 所以那个过程是很痛苦的 每次我在打瘠痕的时候 就是我是在满高的一个地方打瘠痕 所以前面有一个窗口在打开 所以有一种想法是很想要跳下去的感觉 所以那感觉一直在我的脑海里面 我可以选择继续地忧郁下去 就是什么东西都不做 躲在一个角落里面 我可以选择走出来 我可以选择就是站起来 可以把保险传达给每一个身边的一个家庭 让他们能够受到一个完整的一个包装 家里不会因为一个人生病 而导致到整个家庭的一个经济状况 受到一个威胁 就是让我开始这个行业的一个理念 我有一个小学同学 他提到我去见他的一个朋友 他那一年24岁 他有两个孩子 他是每一天都骑着电单车去工作 他当时是一位木匠 我记得那时候他跟我买了一个意外保险 一年五百多块的保费 三个月过后的妻子扩给我 他跟我说他的先生因为在工作 就是去工作的途中就遇到了一个交通意外 把他装下来了 他的先生的意外是不是真的是还生效 是真的是有买到的 所以我就很有信心跟他说 真的 你的保单还是生效的 所以在那个时候我就探望他 去帮他去处理一些捷律 到没有多久他的先生就遇到了 所以在那时候他的两个孩子还很小 所以在一个星期时间里面 我拿到那个Claim Check 交道去给他们 到现在为止他的孩子已经长大 独自中学 他们还叫我K耶 保险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一个行业 就是我们把爱传达去给我们的每一个家庭 可能是家里的一个成员不在了 但是爱还是在那个家庭里面 我是很喜欢去旅游的 很感谢这个行业 它让我能够去到世界各地不同的地方去旅游 我还记得在我30岁的时候 我有仔细地算一下 原来我已经去了25个国家去旅游了 保险行业不单止让我能够完成我一个愿望 是把保险的一个理念传达给身边的每一个人 同时也完成我自己下一个梦想 想能够在我年轻的时候环游世界 所以现在我已经拥有了五件垃圾 然后我也是可以每一年带我的家人去旅游 这些都是我在进入保险事业之前 我从来没有想过的东西 所以现在一样一样东西就是达成的 WISH 我觉得是很不可置信的 WIS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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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WISH